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提升心灵的免疫力 有一个故事说到 有一位农场的主人 养了一头公牛 他用铁链把牛 拴在这个榆树上 健壮的公牛 经常拖着重重的铁链 围着榆树奔跑 就这样 日复一日 铁链在距离地面 约三英尺的树干上 勒出了一道钩痕 好几年之后 这个铁链已经深深地 砍入了这个树皮之中 和树干牢牢地长在了一起 后来有一年 当地遭到植物疾病的袭击 当时有大片的玉树 染病枯萎死亡 而大家都以为这棵高大古老的玉树 肯定也不会幸免 会跟着死亡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 这棵玉树反而生长得更加茁壮 甚至在灾害过后 它成了那个地区唯一一棵 依旧挺立的玉树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知道有一位植物病理学家 仔细地观察和研究这棵神奇的玉树之后 才得到了一个结论 原来是堪在树皮里面的那条铁链 拯救了玉树的生命 因为这棵玉树的树 从生锈的铁链上吸收了大量的铁质 使玉树对病菌产生了很强的免疫力 才挺过了那一次的灾害 亲爱的朋友 你看到的吗 有时候看似苦难的背后 其实隐藏了意想不到的祝福 故事从玉树树干上的那一道钩痕 表面上看起来是公牛对玉树的伤害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那竟然会成为玉树挺过生存危机的力量 所以有人称说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 但到后来 那些受伤的地方 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而每一个挫折 每一个伤痛 每一个打击 都有它的意义 就好像圣经中有一个人名叫雅各 他为了逃离哥哥以少的追杀 便去到了他母舅拉班的家里工作生活 然而这位拉班 却好几次更改雅各的工甲 又欺骗雅各白白的为他工作多年 但这些过程也使得雅各的性情 脾气都被修剪 当雅各的脾气和自我被磨掉之后 上帝便在皮努伊勒这个地方 为他命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以色列 意思是上帝尊贵的王子 从此雅各的人生和过去截然不同 在经历磨练之后 他成了一个蒙福 且能够祝福别人的人 亲爱的朋友 这才是上帝真正的行义 上帝要使你成为一个蒙福 而且能够祝福别人的人 就像故事中的那一颗玉鼠 是经过了铁链的磨练之后 才产生免疫力 圣经中的雅各 也是在拉班的手下受磨练 生命才更成熟更蒙福 或许在这一波的疫情里面 你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今天 愿上帝给你力量去面对 上帝也必定要祝福你 使你在疫情过后依旧挺立 不但你心灵的免疫力提升 你的生命也会带来蜕变 也会领受上帝丰盛的祝福 进入人生一个崭新的阶段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